常年期第三周星期五单数年 西伯来书第十章第32到39节 马尔古福音第四章第26到34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1月27日 耶稣基督西伯来书成书于公元80到90年 那时候很多西伯来书的基督徒读者都遭受过极大的迫害 但是他们熬过来了 现在他们却阴住各种原因变得没有近了 信心也有动摇退缩了 西伯来书的作者希望他们回忆过去 在迫害中英勇不屈时的日子 不是为了缅怀过去 而是要重获过去的热忱和勇气 他们需要耐心坚持下去 他们需要希望和动力 今天的福音里 主耶稣也是教导我们要有耐心 不要气馁 好像自己的努力没有成果似的 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一定是有成果的 播种以后 种子自然会发苗 土碎 结果 播种的辛劳一定会带来收获的欢呼 我们的工作 包括小德兰浮船之友的浮船工作也是一样 我们若辛劳播种 一定会有收获的一天 我们到处点燃浮船之火 使教友每天都有浮船的意识 一定会有辛火燎原的一天 当我们碰到困难 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 我们也要回忆过去 天主抱住我们走过困境 只留下一双脚印在沙滩的经验 天主是忠信的 我们的回忆会让我们找到今天的勇气 和明天的希望 我们都是主耶稣救赎工程的同工 爱德催破我们 像小德兰一样 努力去浮船 去撒信仰的种子 把人带到耶稣那里 让耶稣做工 雅各伯宗徒说 那引罪人从迷途回头的人 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 并遮盖许多罪过 雅各伯书第五章第二十节 让我们浮船者成己成人